吹牛真的会吹死人的 从抵制辉瑞药 指责其是汉奸药美国来投毒 到谴责辉瑞公司的资本家 让中国人高价买药 发不义之财 也算是一种进步了 起码后者算是肯定了辉瑞药的药效 既然骂辉瑞药是无效药骂不动了 又只能卖不能夸 那就骂他卖高价没良心好了 谁叫他出生在美国呢 活该造一些中国人的骂 不过呀 冤有头战有主 现在中国人买不到辉瑞药 更别说低价买辉瑞药了 其实跟辉瑞公司毛关系都没有 辉瑞向全球95个国家和地区的 合格制药企业授权仿制 而且免除了授权使用费 说句大白话 就是专利费不要了 全球中低收入国家 覆盖53%的人口 将享受到辉瑞的人道主义福利 其中也包括我们的邻国印度 在印度啊 辉瑞仿制药仅200块钱人民币 而在美国只要3000多块钱人民币 辉瑞药的定价呢 它是按照发达国家 发展中国家和平群国家来划分的 并不是按照美国西方或者阵容或者圈子 亲疏远近来制定的 只要你不是中低收入国家 那你就只能高价买辉瑞 所以啊 中国人买不到廉价的辉瑞药 不是辉瑞不救中国人的命 而是 他们受了某些中国人的忽悠 认为中国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 是发达国家 你不是发展中国家 也不是平群国家 你当然不能享受发展中国家 或者是平群国家的那个药价了 他是被谁忽悠的呢 就是被我们的某些专家 比如张维为 比如陈平教授 张维为讲啊 按照购买力评价 2014年中国经济世界第一啊 按照中卫家庭的净资产 中国发达板块已经超过了美国 而且张维为还坦言 中国随便一条街道都能震撼美国 中国工人的盒饭 吃的都比美国中产阶级要好 在张教授嘴里 美国才是发展中国家 我们是当之无愧的发达国家 更扯的是 在他的好朋友陈平教授眼里 中国的2000元人民币 大于美国的3000美元 听到这话 美国人那还不是吓尿了 他们当然就认为 张维为和陈平代表了中国 就认为中国确实是发达国家 那确实是厉害的了不得呀 所以现在 辉瑞要按发达国家的药价 把药卖给我们 总不能你寄药 别人承认你发达 有好处的时候 又要按发展中国家 去优惠你吧 不能寄药又药吧 世界上的好事 都让你一个人占了 你双赢啊 赢两次啊 但是中国人肯定成为冤大头 却是固争的事实 尽管名义上进了医保 但花的钱还是纳税人的钱呢 多花出去的钱 那可不是一笔小钱呢 这笔钱本来是可以节约下来的财富 却成为张维为们吹牛逼 所而付出的代价 一个人吹牛 全社会买单的 张维为个人名利双收的同时 全国人民不得不高价买药啊 这笔账算到吹牛人身上 不是更合适吗 那些因为没有及时得到辉瑞的药 而死去的人们 他们究竟应该划到 新冠致死的数据里 还是吹牛吹死的名单里呢 我认为啊 将中国吹成高收入国家的张维为们 你们应该对此有个说法